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說說囤積居期 上次拍過一條片 也寫過一些文章說發展商沒有囤積居期 接著就在一些BSD 即是買家的印花稅裡面 就告訴大家 不是內地人炒過那些房子 有些人永遠不會選擇去看這些數字 這兩個數字 就說BSD那個數字 只有一年反映不了些什麼 接著就說發展商囤的 就不是囤樓,就是囤地 我想說 我不是為發展商辯護 發展商真的買了很多農地 但是農地第一件事 他要給錢 有機會成本 第二 將農地轉做住宅的時候 他們是需要補地的 補的地價是不會便宜的 近期 這幾年補的地價是很大的數字 其實最大的阻礙 整個 樓宇供應 其實就是政府 你想不到一些誘因 令到發展商 盡快使用到 他那個土地 以前囤下來的土地 你應該想辦法 一就是行政手段 怎樣去 如果是農地 沒有去用的 是限制的 是不是想辦法收回它 因為政府的條例 是有權收回它 這個最近上年有三幅土地 因為限制沒有發展 是被政府收回 這個你是要有一個決心去做 第二 在那個保地價那裏 是不是有些機制 是可以獎勵得到發展商 盡快去發展他手上的物業呢 譬如保地價 價低一點 跟著政府 用一個特定的價格 買了它 之後再變成資助房屋 去這樣去做 其實是有方法 那你不應該 就是在一個 自由的資本市場裏面 不應該 只是掛發展商 因為始終 至高無常的權力 都是在政府裏面 你說私人產權 怎樣怎樣 那都有平衡 就是土地收回條例 都要平衡公眾利益 和私人利益 那這些 就交給政府的法庭去裁判 那法庭都是根據 當時的環境 做一些判詞 如果真是一個好的法官 一定是維護大眾的利益 和在私人產權裏面 做了一些平衡 那你要相信香港的司法制度 如果是相信的 就交給法庭去判斷 判斷好的 就定一個遊戲規則大家去玩 經常在一個仇富 或者在一個打土豪分田地的思想去想的時候 就永遠解決不了問題 那歸根究底 其實整件事就是什麼呢 就是在那個 大家對那個城市的認知 我經常都說 我說你用一個國家的角度 去看住屋的問題 和一個城市的角度 在住屋看問題兩碼子 很大事情的差異 大城市一定是貴 如果那個大城市 樓價是便宜的 那那個是告訴大家 那個已經是一個過氣了的城市 那 但是很多人接受不了 這個我是要不斷去強調 告訴大家的事實 紐約是不會有便宜的租金 不會有便宜的住宅 東京也是 今天想說的團地就到這裡了 有什麼可以留言大家聊一聊 拜拜